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海的战斗很重要 宋石轮也是参加这次战 争的一位将军 展开全文和往常一样 战争一触即发 气氛很紧张 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概率更大 每次开始战斗之前 双方都会派士兵提前侦查情况 宋石轮的军队也在开战之前进行现场侦查 但他们和别的军队不一样的是 每次的侦查宋石轮都会亲自参加 因为他知道 虽然侦查工作很危险 没需要小心地隐藏自己 还要仔细勘察现场情况 并且越详细越有力 这就很容易暴露自己 因此 侦查兵工作危险 且对能力要求很高 这次 他预估着战争即将发生 便带着自己的侦查兵一起前往现场勘察 他始终认为 自己勘察后才能更准确地做出判断 事实也是如此 正在宋石轮与侦查兵仔细认真勘察时 被敌军觉察了 当场把他们围了起来 担心敌方会因为自己的身份 做出对网军不利的措施 他们只说自己是前来侦查的士兵 他也知道 敌军不会因为这点就放过他们 但希望能够把危害降到最低 但敌军也很聪明 从他们的说话 就觉察出异样 这两人的身份 应该不只是侦查兵那么简单 便把宋石轮他们带回自己的营地 准备审讯出有利信息 抓住和审讯宋石轮他们的人 是这个营地的军官王世江 正是他发现的不寻常 而宋石轮这时也知道 自己的身份秘密保不住了 便直接说出自己的身份 并表明 这次的出现正是要攻打你们 当时的王世江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于是 便让身边的其他人员离开 自己需要单独审讯 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时 王世江郑重地 向宋石轮进了一个军里 这让他很惊讶 难道 他是刚才勇敢地承认身份 让他很敬佩 宋石轮有点愣住了 原来 王世江只是表面上是国民党 其实是党安排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员 他觉察到了机会 领导也给了他任务 他与他的战友们 给党打开了一条安全的道路 这时 宋石轮他们的到来 正好可以和他们合作 力量也会更强大 天下无巧不成书 宋石轮也没有想到 也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开始还以为自己这次要牺牲了 没想到是戏剧性的大反转 而王世江郑军里 是对他的敬佩与感激 敬佩他身先士卒 感激他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的到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